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如此大的事情上面撒谎 子鸢 我问你 如今这一切 是你想要的吗 是 我苦心磨化十年 就是想要这个结果 所以 从一开始你接近我 也都是为了今日 当年 做不可的事情 我在等一个人道歉 若他不肯放弃自己九五至尊的骄傲 那么地下满门被冤杀的真相 就无法昭告于天下 八万将士仍不明目 永不安息 子人 对不起 这句道歉 我也欠了你十年 太子殿下 我想要的道歉 我自会向陛下去取 当年皇祖母的所作所为 陛下并不知情 这若非是陛下的心意 为何帝家 连为自己变白的机会都没有 就连我的父亲 堂堂静安侯 总是自尽地 无法保全帝家满门 满朝文物十年之间 无一人为他辩解 当年太子殿下保全紫园 紫园很感激 只是太子殿下 却因此 而触犯陛下的逆练 想必其中的缘由 太子殿下心里应该也很清楚 当年帝家满门 只剩下紫园一人 想必我的同主 如今太子殿下心里应该很明了 你送给我那把折衫上的诗 不提末尾之词 只提开篇情谊 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 你我之间 就不必谈情谊了吧 您别喝太多了 这天气寒凉 酒却浓烈 一冷一热 您的身体受不了的 十年了 这十年 我苦心故意 十年折服 终于提及家讨回了公团 李老 你知道吗 我已经十年没这么开心了 外面风大 我们回去说吧 我真的没事 这十年了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叫到紫园了 那个京城最自已洒脱的女子 我亲手把她带回来了 帝小姐回来了 可您呢 您自幼体弱 若不细心调养 寿命难长 可这十年来 您为助帝小姐复仇 何曾给过自己一丝喘息的时间 就算我游禁灯孤又如何 我这一辈子 就是为自然而活的 感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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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